來看美國聯邦總議員通過 自控制數年的國防修款法案 總經驗有比金八千七百四十億 紀念包括要求美國國防部要 提出疫情環南火大 送到我們臺灣的時間表 另外也要加強和臺灣的 組織合作來對控中國 中議員通過的國防修款法案 版本加臺灣相關的修正案 包括自行國防部提出 運高高財機車 環南火大 給臺灣的計位 不然要靠百分之十的 國防部官員出財費用 臺灣海空軍包括F-16 政機 紀念基礎中南 也跟部份省公吉跟正恩吉的順風南 都有發生批車費斷的能力 可以在海上造動敵軍的水面南天 國軍目前已經有這項費斷 美國國防部通過的 申辦國防法案當中 要求國防部行政部門 補充更多工程的費斷 強化臺灣的煩洪收能力 另外一項修正案 是在中議軍事委員會 上高全年表決定 就參考中議中國事委員會的意見 加在法案當中 將對中國通過網路散佈假消息 也跟海客的行為 尤其是台灣跟美國的安全 政界的條文要求行政部門 強化跟台灣在主案奉何的合作 共同組織中國在非議空間的信討 還有就是免問規定 未來台灣現役國際軍官 封問美國期間 可以請正式的軍庫進行軍庫案 也跟參考的交流活動 那是標決定就引起重大政議的條款 大部分是有美國的內政問題 正像共和黨主張路線刮兵人工流散 也是跨性病人員接受蝴鹿蜂療法 相關的醫療跟高官費用 要下減甚至三度 兩大黨對這些議題 可以說是差太多 所以一定後禮拜 民主黨選擇贏民的參議員表決時 也許有偉舊變少 恭喜新聞七家景便宜